根據英國的法律 國會會在大選前 開始25個工作日的自動解散 下議院650個席位全部空缺 但是首相以及內閣大臣 就會留任至新內閣組成 新委成日前宣布提前舉行大選 最新的選前民調顯示 在野工黨支持率高達45% 而執政的保守黨就只有23% 意味著工黨有望結束保守黨14年執政 重掌政權